打剑魔不要太好了 這剑魔撐不了多久 我都說他撐不了多久了前面點剑魔打這個分段點剑魔太簡單了 會點到他很急,他急的話就很容易殺 你就一直點他就行了,不要吃大Q,就一直點他,他會急的 回家回家 120OK 整個眼淚回家 再買把長劍 早點把那個眼淚撇起來 總緣不及 那我就不知道了,那可能是那個劍魔很穩 反正我的話,我打劍魔的話,前面點他的話,他會很煩 你要一次搶就躲他技能,然後又能點到他 他就會打得很近 這波現在放回來 這波現在我們就放回來 這波我自己 拉扯吃到的技能 他這丟我都知道了 絕對對手要回頭 放回來的時候,我現在他馬上就位 對他就排走就行了 往藍槍那裡拉 哇 加死對Q我沒躲掉啊,我去 這波我失誤了 這Q我都沒扭掉 這Q我都沒扭掉了 吃得大了 他出了十字口,這波傷害也挺高的 劍魔26了 但是我劍就可以了 像這波線別推吧 炮車線 炮車線就要慢推 炮車線就得慢推 260分上不去 需要來我運氣 這波線要慢推 如果是這種 不是炮車線的話,那就直接推 是炮車線的話就要慢推 你炮車線推進去的話 他一樣出來 不會掉太多兵的 你慢推進去 他起碼要三個兵以上 出來慢點,他炮車不要掉 這被動咱們死不起 這被動A是要吐 拉夫哥走啦 等槍位好他就死了 等槍位好他就死了 這波果沒想到他想殺我 他吃波2 我都沒覺得他想殺我 我想直接跳 蘇發向尾跳上去殺他 蘇發向尾要就殺掉 沒想到他想殺我 他板前QP剛好Q他臉上 要去去壓他塔下 展現好沒事 魚來了嗎 魚來了嗎 魚來了的話那咱們就穩一點吧 魚來了魚來了,等他回線 等他先用Q清兵 先用Q清兵,這波就能殺 他就丟我不幹,不中了 他護腳斜了,我說我打他怎麼不太掉 原來是護腳斜,打木人我帶中者 第二段貼他臉 貼他臉 然後第三段再抬,第三段的時候抬 第二段的時候貼著他臉,他打不到你 我等個星石的錢我再回去 魚上來了 魚上來了 別動,別動,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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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動,別動,別動,別動 他第三段沒有直接交這波 他搞了Q閃,差點我死 身上錢太多了 我這波出來他就沒去 不要往上面走 往上面走的話,這裡是死掉,很容易被他Q到的 然後他護甲結束的有點早 我剛才身上錢太多了 中路是使用的 補助是使用的 他下這塔下都走不住了 我星石做出來之後 打得好一點的話直接就把他秒 貼身貼身 這三段是拆手,但是沒拍好 這五種會打開是鬥的 這三段我也就太好 他剛才不受秒吻 讓籃槍扛一下然後就能殺 籃槍怕是真不願意幫我扛這一下 他這次真不願意幫我扛 他這次真不願意幫我扛 給他一波這劍魔機會 看他這波 要不要把握住 能不能把握住這波機會 給他一波機會 看他能不能把握住 我扛一下A的傷害這麼高的 我想閃這裡然後 再等個Q 崔心太子就砸死了 沒想到他A出來了 我扛一下 哈哈 醜了 因为锤刷星石的话后面有感觉会被他Q死 这摸箱怎么帅 但是直接被人家一发平A 很开心 这变是可以不合理 可以把这变成了 不就有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一变 一个变成了 这变成了 这变成了 不就这变成了 就不得了 吃下一个 结果 悲哀 不得了 这变成了 有人来抓我了吧应该 看瞎子都不来抓我应该不怕 根本一个下位直接拉开 整个个干 看完了吗K 可以等我打完这把然后再跟一个水友玩一把然后我们再玩 这么快 我以为这个是 我去 这其他英雄还能操作没想到是个水鬼 他这过太快了好难杀 这个一塔我还是没拔掉二塔 下个一塔已经没了 妖姬吗 妖姬还好妖姬这把 打不到 这二塔我这一塔我推了 上面一塔我推了太久 两波都没推掉 蛮的太装了 还是要玩得稳一点 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 卡了 是怎么卡 过去不过去 应该他们死了 刚才怎么卡呢 我觉得瞎子想干嘛 我得走了是不 是不我这边走 我这边给他反一下 嗯哼哼哼哼不卡 嘿哼我这么回家失业不变 放眼未來 他 他们家属的派克在旁边 他瞎子我不怕 他就有攻击 来吧,他在这里杀了 哇,这个没死了 现在来卡吗 刚才是啥原因啊,刚才是啥原因 应该不是我的网问题吧 这是爱欧尼亚的 我觉得应该不是我的网问题 我们是重复吗 RW打开了 就是一直重复 卡吗 这种 没事,不卡就行 OK 我整个收困吧 别这么 整个收困应该没毛病 应该没什么毛病 冰鸟兽来了 冰鸟兽 放眼未来 可以的 这样子 就会是 有关 就会有关 不过 没有,我可以 跟我说 你 不过 我 不过 蝦子追角踢得我很尴尬 你這能跑 這能跑我把鍵盤撕了呀 他把一中一 他買一送一都來了 攻擊炎弧的劫持那不是純搞笑嗎 他純純搞笑 那奧巴馬死的挺酷的 跟那兩傢伙帶過去 小魚好像在這裡 等他用1 一個1就發了 一個1可以直接拍死 有收集者的話一個1就拍死了 沒用了 攻擊炎弧傑斯出肯定是沒用的 傑斯打牙索看操作 只能看操作 我感覺技巧的話你就只能躲到封吧 然後打牙索建議 建議是炮型態炮中了再打 你隨形態起手的話 後面很容易被他擋炮被他嗅了 打牙索 感覺正常來說要炮型態的起手 也要用肥型態的收尾 我都不腦殘了 為什麼這都能被他暈倒 閃現拉開能操作的 我天我這波不被他暈倒閃現拉開能操作的 哎呦這個被他暈倒 玩的少了 看天賦 有些人玩幾把就很厲害 打卡莉的話 別人覺得六起之前可以壓,六起之後要注意身位 就是不要給他碰到你,就想要六起之後 覺得實在難打就整個小羽毛了 他們如果是雙AP的話 打野是AP的情況下 那早點把小羽毛刀做出來 其實我個人覺得把阿卡莉沒寧記起來 就不看出路 加把出暴擊吧 加把整把暴擊 本來這把隊長整暴擊 忘記了 我這兩個死了 我這兩波閃現 真的閃得很老闆 被他一到我才閃 哎呦暴擊的話就輸那個收困者 然後 再整個暴擊大羲羽 不卡頓玩的多一點就好 WOK 3連A這個 哎呦我這波送了一波 我送兩波 沒事 等我出來了 直接青龍刀了 這邊還可以是後期的手 你炮一個人打卡都能夠炮 剛才能打不現在打不 哈哈 夾子 卡里不到了 守望者凱甲,我个人感觉我会出 有些时候我会出兵星打猜到位置 这把先认真打 赢的那时候 我们的未来很光明 然后打好一攻团 结束 规律集中一点点 底下 后面户 liquidity 再 fez 低均 哇 这都没死他 一下暴击都不给我出这波 出一下暴击都没死了应该 刚才我A毒虾应该没出暴击 出一下暴击应该暴死了 还行一波集中一波就出了 前面连死两波太分心了 打了 有些时候看弹幕比较容易分心 不打大事局吗 打几天大事局了 这天打4次翡翠吧 打点简单娱乐的 B战的巧克力杰斯是我吗 不是我那个就是巧克力杰斯 黑色没鬼等我 我再打一群 这个没一波吗 还要再打一波 感觉现在没 现在年纪大了 没有 前两年的话 就是边互动边打的话还能杀 打这局还能杀一下 现在互动 互动几波 就是坏毁弹幕 感觉有点不会玩了 就是不够集中有时候 很容易就不集中了最近 好像找了一下小兵 小兵 没有我们是被看到了 专门 OK 結束 集中一波結束了 白鷹可以上車嗎 白鷹不能了 這個HOT的話 只有可以吹鑽石才可以打 對 沒續上有點可惜 男槍